课本的二十八页 买这个地方 那快速看一下这几个单字 只要写在上面就好 来 第一个hair这个字呢 平常 请问你头上有几根头发 你数得出来吗 数不出来 一天正常大概 正常人应该掉一百分左右的头发 所以平常头发是不能数的 所以先写个一 平常头发是不能数 所以今天如果你讲说虚 它有一头长发 叫she has a long hair 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它有一头长发 叫she has a long hair 你要画个头上去 你看完你应该自己也会想象 假设啦 这是一个女生 我不知道会画画哦 这是一个女生好了这样 就穿裙子啦 然后它一头长发 你用a long hair是这样 它只有一根 对会笑 那就好 所以通常讲 头发的时候是不能数的 所以第一个你写个一 hair平常是不能数 可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数 你说你在吃饭的时候 不然看到你的碗里面 有很清楚的一根头发 那个时候可以数 所以平常头发不能数 除非很清楚 然后写个二 写在这就好 在这本上面就好了 所以你要去剪头发 因为你是让你的头发被剪 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上到十一动词的时候呢 第一个这个haircut是名词 have a haircut 就是剪头发 你也可以是have your hair 然后空一个cut 可是那时候的cut呢 变成被动 所以记得哦 头发不能数哦 最后写的三 你的发型 讲hair style 这是你的发型 好了吗 可了哈 再来下一个单字叫做head 这个字本身 你觉得它可不可数 一颗头两颗头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耶 什么时候用到它 像这阵子高丽菜很便宜 一颗高丽菜 那叫ahead of 一颗它就用一个远远的 很像头的东西 所以一颗高丽菜 一颗大白菜 一颗什么get house菜 那一种那一颗远远的 那个double我用have 所以写个 2 头可以数哦 2 头动 叫haid 3 叫have office 为什么 你头在哪 就是你最重要的地方嘛 对不对 所以呢写个3 不过最后要写个4 have这个字呢 它可以当动词 当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后面加个for have poor的意思呢 叫做前往 也就是你的头往哪边 你大概就是去哪 所以它叫做前往 haid poor 就是勾去啦 你可以说勾不去 好了 最后写个5 叫做go ahead 可是看清楚我写的方式 ahead e-a-d 这个字呢 ahead呢 是往前的意思 不是去个头啦 不是哦 不是哦 哦跟ahead 不要猜猜哦 go ahead 就是就是去往前走嘛 好 好 再来下个单字叫做nail 我们明天要济 所以记得你的指甲要剪一剪 ok啊 那nail可以数 因为你有十个 那个脚趾头啦 手指头啦 那是可以数的 不过呢 不过呢 要写个1 nail的第二个意思呢 叫做钉子 再写个2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手指甲啦 叫fingernail 脚指甲啦 叫toenail 而且可以数哦 可以数 好 再来下个单字叫做shoulder 这个字呢 你们之前学过的是shoulder shoulder的中文怎么翻 还记得吗 shoulder you should leave now shoulder怎么翻 应 应该嘛 可是不是啊 他讲个1啊 不是应该的人 记得哦 shoulder 这个字念shoulder 他不念shoulder 他念shoulder 所以呢 你有几个肩膀 两个啊 对啊 他可以数啊 shoulders1 可以数哦 因为你有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就是shoulders 再来写个2 这个就是 你应该看得出来啦 就可能字面 你应该看得懂 就shoulder to shoulder 就是你的肩膀 搭配着另外一个人的肩膀 所以呢 他就是讲两个人肩并肩 也就是你们两个呢 不好就行穴一气 好的话就是团结一致 看你们两个是一起做好事 一起做坏事啊 好的就是团结一致嘛 不好的就是 行穴以及两个人 一个鼻孔出气的概念 所以shoulder这个字呢 是可以数的 好 最后一个呢 叫做 你有发现我的哪一个字不念吗 k 对他不发音 基本上kn 大概那个k都不发音 所以像kn o叫做i know嘛 对不对 k不发音 膝盖 也可取 因为你有两个膝盖 可是你大概男生啊 这辈子就看你有没有诚意了 基本上呢 你应该会对你的 除了你的祖先之外 你应该会对你未来的老婆 合理来说 啊不要两只脚哦 他不是隔屁了 也不是一祖先哦 是单脚下跪 你如果单脚下跪 就不要下来词 on your knee 就是跪一只脚就好 大概你要求婚的时候 应该都会用到这个 所以on your knee 就是单脚下跪 on your knees 就是双脚都跪下去了 好了没 好了的话 我们就直接看28页 讲ok了哈 来28的这个地方 好了吗 基本上呢 这些就是大概 他在介绍 因为大家要挂在什么地方 零 大概要挂在哪里 可能也要想一下 所以他们呢 就顺便介绍了他身体的部位 好了 那我们准备看这个地方 一遍就好 符合的身体部位打勾 B Listen and check One Jack What happened to your knees? I fell when I skated Two Jimmy What are you doing? I'm painting my nails Look aren't they beautiful Look aren't they beautiful Three I'm too short I can't see the singer I can't see the singer Come and sit on our shoulders I can't see the singer 好 好 课们给前面 OK了吗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呢 应该 你听到的关键字 应该都可以知道吧 他说 What happened to your knees 嘛 所以第一题 没有问题 再来第二题 I'm painting my nails 这是第二题 再来第三 comment sit on my shoulders 这是第三题 所以答案是12 不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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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再来看隔壁 帮我检查一下 他有没有写 如果没有的 一题就是一样照控 好来 我让他念一遍给你听咯 赶快看一下 又是这个S字 Rain没有加S字 If it rain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Not take the trip If it rain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We will not take the trip 就条件发生 后面就一定会发生 Visit the museum See many special things If he visits the museum he will see many special things Hello 3 Dance with her classmates Go to the school party If How will dance with her classmates If she goes to the school party 觉得高价的时候 好 再来 换这边 帮我改一下 4 Smell bad Not wash it If Your hair will smell bad If you don't wash it 5 Fail the test Not study You will fail the test If you don't study If you don't study If you don't study You will fail the test 也就是你放去手的时候 中间记得都hot 6 Not go outside Come We will not go outside We will not go outside If the tycoon comes If the tycoon comes If the tycoon comes We will not go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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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Kitty is afraid of mice. It is a big cat. Kitty is afraid of mice, although it is a big cat. Although Kitty is a big cat, it is afraid of mice. 4. Sally will not become a singer. She enjoys singing, although... 5. Sally will not become a singer, although... 5. Though she enjoys singing. 5. Although... 5. Though Sally enjoys singing, she will not become a singer. 好,我回来最前面的地方,帮我改一下这一页。 就是,这是第几页,27,帮我确定一下答案是TTM。 好了,我们就再回来看Reading的地方,因为那天我们是一起写的,如果要写错,也要照扣,答案在这,然后还有一题,我们那天没有听到,它应该有写啦,好啦,这题就直接扣咯,答案是,啊,这题没写,这题帮我把它写上去,有写的加5分,没写的不扣分,好,到这里。 那,35页的地方呢,这里,准备了哈,基本上,我们呢,基本,你的听力啊,到底要怎样去知道说我要听哪个关键字,第一个,当然,第一个是wh嘛,呼号话的where,where,where,which,所以呢,第二个呢,你要找出它的关键字,所以这个关键字呢,它用蓝色的部分,就是它要提醒你的地方,所以比如说box,比如说blocking the road,比如说move it, 所以大概你要知道的那个动作,答案呢,就选这个C,因为moving,move it嘛,比较好,来,那么试试看,总共有三题,一样你写出题物的加分,准备咯 Why, it's difficult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why do we have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is not hard if you practice it often.I try to use it every day.For example,I watch American movies and write English stories on my blog. An idea just crossed my mind.Can I practice English with you after school?No problem.Question.What are the boy and girl talking about? It's difficult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why do we have to learn English? Learning English is not hard if you practice it often.I try to use it every day.For example,I watch American movies and write English stories on my blog. An idea just crossed my mind.Can I practice English with you after school?No problem.Question.What are the boy and girl talking about? If you practice English with you after school,you can do it every day. If you have to learn English,you can do it every day. 2.Oh no!I forgot my smartphone.I left it on the kitchen table.Are you going to go home to get it?No,I can't.The meeting starts at 9am.Can someone in your family bring it here for you?No,that's impossible. It's impossible.It's impossible.It's impossible.They're on a trip to Japan.Question.What are the men and women talking about? Oh no!I forgot my smartphone.I forgot my smartphone.I left it on the kitchen table. Are you going to go home to get it?No,I can't.The meeting starts at 9am.Can someone in your family bring it here for you?No,that's impossible.They're on a trip to Japan.Question. What are the men and women talking about? 3.A little mouse has a good friend.It's a very big lion.How can a mouse and a lion be friends?It happened because the mouse helped the lion two years ago. at that time,the lion was sick and not able to move.The mouse went and got a doctor for the lion.After that,they became good friends.Question.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A little mouse has a good friend.It's a very big lion.How can a mouse and a lion be friends?It happened because the mouse helped the lion two years ago.At that time,the lion was sick and not able to move.The mouse went and got a doctor for the lion. After that,they became good friends.Question.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我們就直接看課本的這一題,沒錯吧?那這一題的話要先快速看一下它的聽力的內容,就是加分題第一題在這裡 對的喔,要全對喔,然後記得要問號,這是它的內容,因為Learn English,它一直在出現就是English 再來第二題的內容,在第二題呢一樣。On a trip to Japan,就是去日本旅行啊,起一開始就講個smartphone嘛。 OK喔,第三題,What happened? 記得講一題。 好,答案,準備看囉。C.A.B. 再來這一頁的話呢,我們就要快速看一下了,如果他沒有寫,那就直接幫他call 然後如果他有一些東西,請你等一下幫他寫上去。 好啦,來第一個,come and have fun with me. 把這個have fun寫個人,have fun加ng,就have fun這個字呢,就是玩得很開心,我們習慣後面加ng 然後說sorry,很抱歉,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說why not,好,把這個not往這個字化 why跟why not你要怎麼去回答? 看他上一句,他上一句如果講I can,那就是why 如果是what,I can't,那就是why not OK囉,再來第二個,把這個if往這個字化,因為這是一個條件,我不一定會發生 所以句子裡面呢,你絕對不可以寫if的後面,不可能有won't,不可能,把他打叉叉 因為他只是假如怎麼樣,可是這個條件如果發生了,後面就一定會發生喔 所以這裡就要用way喔,就一定會發生 所以這個字呢,他後面接的那個一定是現在是 動畫後面,因為動畫後面就是一定要用way來試 好了嗎,結果那個他就說come on, although the winter is coming soon 所以冬天快到了,we still have time to 把這個have time to的to圈起來 這個預言故事應該看過啦 OK喔,再來到了冬天囉,所以真的到了冬天了 然後說I'm so hungry,can you give me some food 把這個give me some food寫個等於give some food to support 對,要to,me 就是東西to一個人 give to,buy for,write to,good for 他是sure,didn't you prepare any food before the winter camp? 冬天來之前,你真的都沒有準備東西嗎? 好啦,把這個prepare,來寫一下喔,叫prepare東西 可是要用for什麼人 幫什麼人,準備什麼東西,是prepare東西 for什麼人 好,他整個往下囉 I didn't have time to prepare any food 我沒有時間準備食物耶 I was busy,好,這個比較重要 來把be busy寫個加NG 其實他是省略的這個字啦 如果你們有看一些文法書啊 have trouble也是in,be busy也是in 那所有的接系詞會變成加NG 忙著彈奏音樂,所以就沒時間了 好,在下面來把這個learned my lesson寫個得道教訓 得道教訓 第二個,這個eps呢寫個意思 這裡叫做有喔 there is,there are,there were,there will be so it's time for,it's time to,tattana 就是你要有時間可以工作 你才能有時間可以玩樂 好嗎? 好,再來我給我往下看好 我讓他唸答案給你們聽 1.What will happen to the ant if he doesn't prepare enough food? He will die if he doesn't prepare enough food Well he will be hungry也可以 2.What does the grasshopper want to do although the winter is coming soon? He still wants to play music although though the winter is coming soon 所以後面照抄啊,人家想打的話 3.What may the grasshopper do before the winter comes next year? He may prepare some food before the winter comes next year 靠到家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一個條件句,所以我們吃到這邊 去年 來看見 感谢观看